天气降温之后 台湾各地的樱花开始绽放 从南到北都有早开的花絮 理论上 寒冬虽不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但是在这个极端的时代中 或许人们必须适应眼前所发生的任何情况 虽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不过这却是铁蒸蒸的事实 今天有个神圣的任务必须去完成 接近中午时刻 我们沿着国道三号一路南下 下交流道之后 冷冷的天总是容易有饥饿的感觉 先吃炖有地方风味的午餐 简单美味的料理清爽可口 吃起来没有负担 亲切的老板相当的健谈 画匣子打开后可以聊得很尽兴 从茶农转型到餐饮业 这过程见证了在地人的任性 听说我们要去小半天 老板很热情地告诉我们 公园里的樱花已经开了可以去赏花 还有在那儿可以买到好吃的冬笋哦 循着山路很快地就抵达小半天石马公园 这个位于浅山之间的秘境 不用长途的舟车劳顿 就能在这园区中看见这提前到来的春天 樱花树下人群聚集着 樱花在微凉的风中展露椒檐 花丛中成群的小蜜蜂飞舞 我们用力地看着用心地记录这美好的瞬间 樱花树在风中清摇 盛开的花朵闪烁着粉红的光彩 营造出一种柔和而宜人的氛围 沿着小径轻松地漫步 不同品种的樱花有着不同的姿态与色泽 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小心一下 花瓣随风飘了下来 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坐在树下聆听着花瓣飘落的声音 在这宁静的瞬间 时间似乎是被遗忘了一般 我沉醉于这花开的美景中 久久无法自拔 产销中心的停车场里 笋农再来了一蓝蓝的冬笋 金黄色的笋壳上 还有着些许的泥土 在寒冬中冬笋香脆的口感 是老套们心目中的极品 只是因为产量不多 个头也不大 物以稀为贵 价格上自然也就会高了一些 在这资讯发达的时代中 许多美味的店家在网络中流传着 为在田野间有家美味的花生糖工厂 听说还蛮有人气的 不免俗的来给他尝尝看 这是一定要的啦 往竹山的途中 弯进了浊水溪旁的农路里 二哥说 这里面有家农场 种的枣子香甜脆口 在曲折的小农路中 慢速行驶约莫十来分钟 来到了传说中好吃的枣子园 园主有着精湛的栽种技巧 生产的枣子 每个都是极品 入口时 有着香甜清脆的口感 跟随着园主 进到栽种的往事内 在枣树下 看着结实累累的果实 听着园主细说着枣树的种种 专业的技术 与执着的态度 树上一颗颗甜美丰硕的果实 就是最佳的回报 竹山镇子南宫 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也是台湾有名气的求财圣地 土地宫庙规模不大 却是香火鼎盛 每逢年节和庙会庆典 来自各地的香客 络绎不绝 为周边带来了庞大的商机 每年元旦和新年 发放前母的排队规模 相当巨大 根据媒体报道 龙年元旦排队人潮已达十万人以上 可见紫南宫土地宫的神威广大 为了能获得土地宫的加持 信仲在取得前母之后 都会到土地宫前的香炉过火 卢董带着龙年的前母 龙抱风雨 挤进了人潮中 浓浓的烟香中 在神前祈求土地宫保佑 国泰民安胜意兴容 完成了主要的祈福任务之后 逛逛周边的市集 感受一下在地的气息 市集里贩卖着当地的农特产 传说中竹山的地瓜很好吃 地瓜饼地瓜酥 蜜地瓜适合外带 边走边吃 当然也有当季的一些蔬果可以购买 另一个重点就是求财的商品 商店间里求财祈福的摆饰物件 是主要商品 还有呱呱乐和乐透彩券 也是销售的大热门 逛完市集 天色已晚 离开前 再去装董事长的大别墅 拍个照 看看豪宅 沾沾才气 傍晚时刻 夕阳西斜 宽广的停车场里 依然涌挤 几颗盛开的粉红枫林木 令人惊艳 美丽的枫林木 在夕阳余晖里 更显娇艳 回程 涌塞的三号国道 这是意料中的事 车多的74号快速道路 也是日常 冷冷的天里 回家前 再吃个热乎乎的羊肉炉 充实的行程 南投半日游 完美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